好,我们呢,就照着这个好处,我们就发愿往上到这个极乐世界 前人都已经选过的,所有的世界都比不上这个 那我们再不选极乐世界,我们选哪一个世界好啊? 这一层我们研究这部经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啊 为什么要特别注意呢? 有很多人说了,我们会不会到跑那么远路,在十万亿佛头之外 找到一个极乐世界,那么遥远的地方 那不如就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啊 我们娑婆世界有迷了内院啊,迷了尽头啊 到那里不是很好吗? 这个啊,没有把佛经的这个理论啊,完全研究明白 要知道,这个迷了净土啊 虽然是好,可是呢,迷了菩萨他不来接应我们了 我们自己也有功夫才能到,到了这个迷了内院去啊 你自己去 你自己去 他的欢迎,你不去他不会来接你 你比如说,你比如说我们这个世界上,那个那个虚愿老和尚 虚愿老和尚,他到过迷了尽头里去了 后来又回来了 要是像他那种的功夫 他可以到迷了尽头去 实问之下,我们今天修佛的人有几个能够到虚老和尚,虚愿老和尚那种程度啊 我们都是凡夫 都是凡夫,要到迷了内院去,那不容易 就算能够到迷了内院 迷了内院呢 这个,这个内院在什么地方啊 玉界天呢 玉界天呢,这个 有第四层的这个 都舍天 这个都舍天面呢 这个这个天呢 有内外二院 迷了就是在这个内院 这个外院是什么呢 外院就是一般天人 那即使这个天师的玉界了 那个外这个 迷了内院之外的那些天人在那里 无欲这个各种的这个美好的事情多得很啊 就算我们一个人呢 普通凡夫,就算你到的那个 那个天上,这个都摔天的时候啊 还是进不了迷了内院 为什么呢 一到外院,看见外院那样的这个 滑滑世界那么美好吧 就贪恨那个 那个好处了 不知道到这个 内院去 你看 这个 只要单过在外院呢 仅仅是上了天呢 自己在这个 佛法上面就没有接触到啊 就没办法进入到这个内院去 就就闻不到佛法啊 还是不行 所以呢 这个 无论如何怎么说 这个 要发愿往上到弥勒内院 是一般的这个学进 修伟师宗的 就发这个愿力 但是我们老师在世的时候啊 他也讲伟师 他跟这个 美大师修的伟师 美大师的这个伟师啊 就不主张 往上到弥勒内院 他就主张 要往上到极乐世界 这一层我们要了解 还有呢 有些这个研究教理的人呢 那我们要 会不会到极乐世界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 释迦牟尼佛这个国土 我们在这里就修行 就成就不很好吗 会不会跑那么远呢 他这也不懂 在这个世界 学佛啊 不是说学不成 那这个实践 小臣呢 要修七上人间 七盘生死啊 天上人间 要经过七次的生死 这才能证 证一个卢汉国 大臣佛法要成佛 要经过三大欧神奇迹 那实践太遥远了 我们要往上极乐世界呢 我们只要有信心 能够发愿 在持命念佛 我们这一生 受命完了的时候 就能到那里去 你看这个多 多快啊 比什么都快 因此啊 因此啊 我们这个 看 威提希夫人 选的这个极乐世界呀 我们今天没有理由 或者是在这个 苏部世界里学 或者是到其他的这个 世界去 那都是不切实际的呀 那么这一层啊 我们要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他选定好了以后 因为他这个 所有国土都看过 只有极乐世界好 这样好的世界呀 那么下面就问了 怎么样才能够去呢 不错 我们这个 苏部世界是太 太不好了 是无助恶事的 那么我们一个 凡夫能够到 基督世界 要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 那么 下面就说了 唯愿世尊 教我思维 教我证受啊 就说 要想到极乐世界去啊 首先必要讲 这个愿世家母亲佛啊 教他 一个叫他思维 那么再一点呢 叫他证收 什么是思维 什么是证收呢 这个 今天发的有一张表 那么就请各位 看表 照着表上 我们就 看看这个意思 这个表啊 那么这个 就说这是正宗分了 正宗分里边呢 它有三大部分 第一部分 就是 敬业了 我们学进途宗 业是什么呢 业就是代表音 有这个进途宗的这个音啊 然后才能够开始学这个进途宗 第二呢 是妙观 这就是正观 就是在后面讲的十六观 然后最后呢 然后最后呢 是讲这个利益 得的什么样的利益 这是正宗分里边的三大部分 那么现在讲的这一段呢 就是让我们明了这个敬业 明了敬业后篇经文里面就是 我们讲出来 在这里 威地西夫人呢 要求着佛教他的思维 什么思维呢 思维是这个 按照这个 古人的读解 你这个 你要想 得什么样的这个 好的古包 那你必须要前面修这个音啊 修音是什么呢 这个 有正 有帮助 正行 就是正寿啊 这就后面 十六观 帮助呢 是什么呢 就是这个思维 现在就请各位看这个表 思维法 思维也不是随便怎么思维啊 思维就是我们一般人就是用 思考啊 用把你这个思想啊 想某一件事情 这叫思维啊 那么思维有思维的方法 那么他这个思维指的是什么呢 就是威地西夫人呢 选好了这极乐世界 要想到极乐世界的时候啊 你先要具备这些条件 第一个就是要思维 怎么思维法 这个表里说 又分开了一报 正报这两部分 一报就是七时间呢 就是极乐世界 那个整个那个世界啊 那么正报呢 就是众生世间 在这个佛啊 佛以外的 其余那些大菩萨 那些人 这个极乐世界的那些人 都叫做众生世间 就叫正报 根据天秦菩萨 这个天秦菩萨非常有名的啦 在印度呢 是个大菩萨啦 那么他就是 天秦菩萨就是 韦世宗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祖师啊 你看他什么呢 他就写了一部净土论 在净土论里面呢 他叫人观察 阿弥陀佛的那个净土啊 那么怎么观察法子呢 他说阿弥陀佛那个净土啊 有二十九种庄业 庄业的时候多得很啊 他把那些庄业的事情呢 鬼并鬼并起来 一共有二十九种 这二十九种呢 属于七世间的一报啊 那些庄业一共有十七种 十七种庄业 属于重报 正报 也就是众生世间 一共有十二种庄业 那么七世间 十七种庄业呢 也不能够每一种都讲出来 这里举出几个重要的地方 让我们了解一下 比如说基督徒世界呢 第一个就是清净庄业呢 什么叫做清净啊 我们这个世界凡夫 我们这些凡夫在这个苏佛世界 没有一个人能够清净啊 我们所处的环境 哪里有清净啊 这个放假的时候 大家到那个山里面 看见山上的那个泉水啊 还比较清净一点 可是那个山里面泉水 你跟基督徒世界那个水 七宝池里的水 那简直不能比 比不了啊 何况 这个流不到外面 这个河流里的水 都污染了 海里的水也污染了 所以我们这个世界 没有清净 在基督徒世界呢 到处都是那么清净庄业 没有一点的这个灰尘呢 所以一尘不染的 那是清净庄业 这是其中的一种 那么 这个清净庄业 我们全部都感受到 基督徒世界是那样的 还有呢 种种式庄业 式是就更复杂更多了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 这个苏博世界 这个世界上 我们所见的事情 多得很呢 包括政治的 经济的 一切的一切 社会的 都是每天 我们所看的事情太多了 你想想看 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世界上 哪件事情是清净的 哪一国家都乱了 这个 可以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上 找不到一个 任何事情都是一个 那么好 那么庄严 可是在基督徒世界呢 事实都是庄严的 凡是表现出来的 你那些这个鸟的说法也好 这个王胜基督徒世界的人 在七宝池里边也好 任何一桩事情 都是清净的 这是 这是第二 这是乔学的第二点 各位介绍最后的那一条 十几种的最后的一条 就是一切所求满足庄严 那这个一切所求啊 凡是你所求的 都能够满足 我们这个世界 想想看 我们这个凡夫在这个世界 所求的 我们所求的是很多了 但是都能够满足呢 不一定 人人都想做大总统 大总统全世界 也只有那么几个啊 你谁能当得上 你一定求就能求到吗 不一定的 人人都想发财 钱财有限的 你每个人都想 成为大富翁 这也办不到 再就是说 人人都想长生不老 一直活下去 这个时间能办得到啊 但是在极乐世界 你凡是所要求的 心里所想的那些事情 都能够满足 就拿这个生命来讲 一往上到极乐世界的 他就这个 这个寿命跟这个 阿弥陀佛一样啊 都是无量无边 欧生其劫啊 就凭这一条 想想看吧 观察之后 这些个这个 这些庄严 哪一条啊 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没有的 所以想想着 我们不到极乐世界 那就再继续 在这个速度世界 你怎么修法的 所以必然要求 你懂得这个 天心菩萨 教一般修佛的人啊 你看这个 极乐世界的这个 庄严 他讲出一个十七种 我们这个十七种 不必讲了 就是这个三点出来 就变这三点 那就是说 我们非往生 极乐世界不可 那么这个 正报庄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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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极乐世界有十二种 那么 即使讲正报 极乐世界 有佛 有菩萨 那么佛呢 佛的正报啊 这个庄严呢 一共有八种 那么在那些 菩萨的庄严呢 有四种 合起了十二种 佛的庄严 这个也不是 也不需要 八种一起介绍出来 这里啊 举几个 比较 好讲一点 听起来 好容易明白的 几点 第一个 佛 佛的座位啊 阿 阿弥陀佛的这个 这个座位就不同 你比如说 藏通别远呢 藏通别远的时候 都是 小城 都是看不到的 到了这个 菩萨地位 菩萨地位的时候 看这个 佛的座位啊 也有大有小 随着这个 菩萨的这个 程度 你不管怎么样看 你不管怎么样看 佛的座位啊 是最庄严的 还有呢 佛的三页庄严 三页是 身 口 一 都是庄严的 那我们在这个 世界上 找一般人 人人都认为 自己好啊 自己好啊 要客观一点 自己反省一下 我们的这个 身 口 一 哪一点 是值得 自己举出来 是清净的呀 不必告诉人家 也不必问人家 自己反省一下 口也 够不上清洁 够不上庄严 身体也好 心理也好 都是 办不到啊 那么在 基督世界 阿弥陀佛 他这个三页 都是非常庄严的 就说这几点出来 我们的这个 这个观啊 思维啊 怎么思维法子呢 就思维 佛的那个座位 佛的身体 佛的这个口 佛的这个心理 无一丝不庄严 有四种庄严 这个四种庄严 也不要 也不必 每一种都说出来 那么 第一种就是 在极乐世界 那些大菩萨 还是就在 极乐世界不动 可是呢 他可以 普遍的到 十方世界去 供养 十方世界的佛 随处可以 这个 变化到哪里去 这个在 欧弥陀经理 讲得很清楚啊 早晨起来 呈重庙花 供养 他方 十万一佛 这个大菩萨 在极乐世界 那个菩萨们 都有 这些庄严 这个合起来 一共 二十九种庄严 这怎么来着呢 都是 欧弥陀佛 以他的 发了个大愿 由他的大愿的心理 完成的 才由这些个 好的这个庄严呢 显出来 这个表 用一根线 拿出来的 另外有这个四行啊 这个四行呢 就是极乐世界 那些菩萨 这个 他们的庄严 菩萨有这个 特别的呢 他这个举出来啊 第一个 持戒 离读恶 也是持戒庄严 大菩萨在那里啊 这个 为什么要持戒呢 持戒 戒律一持的时候啊 所有的恶事都没有了 离开一切的恶了 这是第一种 第二种啊 就是入了正定了 定 为什么加个正定呢 佛家入的这个定是正定 比如说我们这个 苏波世界 也有那些外道 他们也入定啊 他们这个入定啊 是 他们也讲觉悟 可是他这个觉悟啊 不是正觉 是邂觉 不正的 那个觉悟是不合乎道理的 那么 那么菩萨入正定的时候啊 在定中 就能够啊 有了定功 就能辨辨 哪是正 哪是邪的 自自然然的 就把这个邪的觉啊 就离开了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前面两种 三个 这些菩萨 开发的智慧 那就是你观察 观察那些 基督世界那些菩萨 都有大智慧 有了智慧啊 就离开颠倒 在基督世界 哪有颠倒的人呢 没有 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反复 哪一个反复都是颠颠倒倒的啊 不经的 听说是经的 没有我 我们的假我 就把它当作真我 都是苦恼的根源啊 基督世界那些人 那些菩萨都没有 为什么呢 他有智慧 他一看知道 就是就知道是颠倒 所以啊 有智慧 就不会有颠倒的 总实啊 总实是什么 就是 图罗尼 印度文的名字叫图罗尼 反正中国意思就是总实 那么你这个 总实啊 就是这个 不识善 不生恶 有了这个善法 会保持 不会 呃 遗失掉 这个 罪恶的事情呢 可以不至于发生 下面呢 讲这个 正寿经 这是 威迪西夫人呢 请佛 告诉他 这个 正寿经 正寿经 就是 后面讲的 十六观 这里这个 正寿经呢 就是解释 什么叫做 正寿 解释这个名词 那么 前面 思维啊 思维就是 观察 极乐世界的 一正 啊 二十七种的 那个庄严 开始的时候 在思维 思维到后来 越思维 越细腻 所以这个正 就到了正寿的时候了 正寿经 就是正功夫的时候了 这个正功夫呢 就是思维 见西啊 就是又思维 欲思维 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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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的心理这个详心 这个都没有了 都这个亡啊 亡就是消失掉了 可是那个 这个为什么 这个觉想都 都自己感觉不到 都可以说是没有呢 因为定性合金啊 他在这个如了定 以这个心很安定的在那里啊 心与精能够融合在一起 这就是无有分别的时候 这个觉想啊 虽然讲往 往什么意思呢 把它在那里不起作用 觉也好想也好 这时候都不起作用 他只是一个定性在那里 心与精 合在一起 融会在一起 这个两点 是威提西夫人 请求佛 叫他 那么下边呢 佛呢 就是发出微笑 然后啊 然后啊 叫威提西夫人 怎么个用功的方法 这个要在下一次继续讲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